歐盟峰會改為虛擬 應對中共病毒感染激增 英國提醒民眾預定夏季度假為時尚早 秘錄中共病毒死亡人數超過5萬 下面請看一組最新的中共病毒疫情簡訊 歐盟理事會主席發言人萊特斯週日在推特宣布 由於成員國中共病毒新病例激增 歐盟領導人下週的峰會將通過視頻方式舉行 歐盟領導人常規峰會定在3月25日至26日 目前歐洲包括德國 法國和義大利等國家 正經歷新一輪感染增加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週日表示 英國人目前預定夏季前往海外度假還為時過早 因為政府需要考慮避免度假者 將抵抗疫苗的變種中共病毒帶回英國 英國有一半成年人至少已接種了一劑疫苗 大幅領先歐洲鄰國 目前英國禁止海外度假 根據政府的四階段路線圖 最早可在5月17日恢復 但也可能延遲 德國上週取消了從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島返回德國 需要隔離的規定 週日 西班牙馬洛卡機場 遊客西攘 紛紛前來享受這個受歡迎的度假勝地 德國政府仍建議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也不允許遊客在德國入住酒店或度假屋 國外度假成為想要逃離封閉的民眾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前來西班牙海島度假的還有來自瑞典 以及法蘭克福 杜塞爾多夫 漢堡 哥本哈根和斯德哥爾摩等城市的遊客 但令西班牙人憤怒的是 他們卻不能享受巴利阿里群島的風光 西班牙禁止復活節期間在各地旅行 秘魯週六因中共病毒死亡的人數超過5萬 而健康專家擔心真實的數字可能接近10萬 由於秘魯在2020年經歷總統非正常更替的政治危機 秘魯的疫苗接種落後於一些較富裕的鄰國 3200萬人口中大約有44.5萬人接種了疫苗 巴西經歷新一輪中共病毒感染高峰 離約熱內盧著名的科帕卡巴納海灘於週六關閉 這座擁有670萬人口的城市 已開始從晚11點到次日凌晨5點實行宵禁 巴西週五報告新增病例9萬570人 是瘟疫流行以來的第二大單日增幅 新唐人記者徐哲 瑞麗綜合報導